一句口诀写好八个基本笔画 最近有很多书友问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使用的是一支什么笔 我手里是一款狼羊煎好毛笔 我们写欧凯字形偏受硬 我们选笔一定要聚风强弹性好 蓄墨足 这样的笔可以让我们站一次墨 告一次笔 可以把整个字来写完 我现在就写这个字 咱们来试一下 我们写字不能写一笔站一次墨 更不能写一笔去赚一次笔杆 这都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一支好的毛笔 不仅要能写出复杂的笔画 还要使这样的小笔画表现得更加细腻自然 比如我们写这种横的旗笔 每一个旗笔都不一样 但是一定是很光滑很干净的 我们来写一下最难的笔画 隔钩 可以很顺畅的写出来 再写撇合点 选一支好笔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它可以让我们写出有难度的笔画 比如说新钩 隔钩 数丸钩之类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它能使我们信心倍增 提高学习兴趣 再看一下纸 这是一款半生熟的宣纸 离近看一下效果 非常细腻 阴湿度适中 不跑沫 而且书写流畅 笔画干净容易空笔 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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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音